基本上每次推出《Monthunt》 這把武器都會是我最喜愛排名 以及最強的武器之一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麼看 這次《狩獵者》的響慾動能呢 我自己非常期待 大家看完這影片之後 又有什麼看法 都不妨可以留一留閻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來 當然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強最受歡迎的武器 泰刀啦 泰刀的動作可以比我們快地攻擊 亦擅長連續攻擊的武器 我們可以用看破魔物的攻擊 之後再反擊 這個技術向很重要 部分攻擊命中後 還會令練氣計量表的顏色階段上升 當我們的計量表上升之後 我們的動作亦會提升 大家要注意 首先在上一個版本 其實我們玩練氣計量表 其實它會隨著時間一直降低 補充 這個練氣計量表到紅色 還有一部分的動作會增強 接著就是集中模式 我們可以追著傷口來攻擊 令我們的攻擊力更加高 玩開的朋友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攻擊畫面 看到泰刀其實也新增了不少的攻擊畫面 我自己覺得是令泰刀進一步強化的 坦白說 以往泰刀也是一個比較技術向 以及很多人用的武器 輸出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所以基本上每次出芒亨 這把的武器 都會是我最喜愛排名 以及最強的武器之一 這次泰刀 其實看見的動作都相當華麗 大家又滿不滿意這次泰刀呢 不妨劉過賢一起討論一下吧 我自己就頗喜歡這次泰刀的新動作 向前直接一劈下去的弱點 造成極大的輸出 兜割也有一些年紀 接下來是操蟲棍 操蟲棍以往都相當靈活 最主要玩法是用蟲去儲精華 我們來看看操蟲棍的介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放一些蟲去拿精華 強化自身 一共可以拿三種不同的精華 拿齊這些精華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強化自身的能力 例如連擊方面 我們會有更多的連擊 打出來的傷害當然會更高 還有跳躍方面 我們可以在空中攻擊 又或者在空中更長的時間 當然了 我們也可以用集中模式瞭準魔物的弱點 然後再進行攻擊 這集的操蟲棍 我自己覺得 就這樣看展示畫面 其實跟上一集不是真的相差得很遠的 唯一一個真的相差得很遠的畫面 就是 刺到蟲棍不斷地轉 那一刻 我稱呼毒龍 那一刻其實是有點特別的 不知道那一刻造成的傷害會如何 以及正式出來的時候 操蟲棍會不會有更多的動作呢 這也是我比較期待的地方之一 操蟲棍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玩的 最主要就是不斷在空中進行連擊 也挺爽快的 所以如果大家剛剛開始玩 就可以想想操蟲棍這把這麼帥氣的武器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狩獵笛 其實狩獵笛我玩了這麼多集 而言之並不是真的很喜歡玩的 最主要就是好像很重 又真的需要一些技術才能玩到 不過這集看起來 應該就強化了狩獵笛不少 狩獵笛的玩法 一邊可以吹咒強化自己 另外一邊是武動的武器進行打擊 這集多了的一個系統是響御 用了響御之後 我們在範圍內就會有特殊效果 例如打魔物獲得更多攻擊傷害 大家在畫面上也看到了 相信這集的狩獵笛最主打是響御的功能 另外同伴方面 我們吹咒同伴也會獲得效果 即是一些加成的BUFF都可以 在集中模式方面 我們也可以瞄準魔物的傷口和弱點 進行進一步的攻擊 這次的狩獵笛 我自己覺得真的挺有新鮮感的 這個響御功能 但是我們在影片上看到的響御功能 其實並不是太多很詳盡 例如我們看到的響御功能 只是看到攻擊一隻怪的 會不會有更多增益我們自己或同伴的功能 就看不到 但你問我 我更加期待 就是這個響御功能 還有這個回復功能 即是我們進行攻擊的時候 我們的同伴和自己 一直回血就應該更好 當然啦 如果你說這樣弄出來 豈不是很無頂 所以其實我只是FF一下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看這次狩獵笛的響御功能呢 我自己就非常期待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又有什麼看法呢 都不妨可以留一留的閻魔 接著就到沖槍了 沖槍方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又可以用到一些打擊傷害 也可以用到砲擊傷害 我們也可以利用長距離的突刺又或者砲擊 也可以用這個戰步 靈活地移動 其實你看到它好像很重型一樣 但如果你用得好 也可以很靈活的 另外攻擊方面 以及防禦性能方面 也非常強 因為拿著盾 我們很多時候可以用這個盾 來擋住敵人的攻擊 亦有不同強力砲擊的功能 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去打爆魔物 例如說沖槍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用得太多 加上今集的展示畫面 我並不是看得太多 有新的技能 又或者是新的年紀 等等 不過我期待 我也是有的 會不會有更加華麗的招式呢 如果有的話 我一定會再試玩 玩這把衝槍 大家看完這部影片 不知道又有什麼感覺 會否覺得這次的衝槍 有點寡 又可以不妨留個閻聊聊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下部影片見 拜拜 下部影片見